把适量生菜放进玻璃瓶内 接着将小黄瓜刨丝卷成球状 再依序放入木素芽 红萝卜 玉米 最后加入清爽的和风酱汁 台北市长蒋万安在老师的指导下 轻松制作出营养美味的沙拉杯 要跟在场的乐林学员一起分享 65岁上长者 占整体这个人口超过20%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因应 所以也让我们很多的长辈 退休之后还可以持续不断地学习 甚至回馈社会 为了鼓励台北市的长辈参与终身学习 实现健康乐林的目标 教育局隆重推出乐林市民进修券实施计划 只要是65岁以上涉及台北市的长者 都能申请1000元的进修券补助 用来报名社区大学课程 每个行政区各有一百个名额 另一份可以让长者们可以开始报名 那七八月就是我们的语价太课 那还有那个9月之后到12月 我们会有秋季的课程 那这些课程呢 我们的长者大概是涉及台北市的 长者65岁以上 我们大概可以有1000块的这个 进修券的补助 社区大学开办包括养生保健 人文走读 创意手作 退休理财 艺术创作 数位科技等多元课程 就是希望长辈们能走出家门 学习薪知 顺便交朋友 让退休生活更精彩 记者游祥亭 台北采访不到